繼續來關心洪仲秋的猝死案 其中遭到收押的五四兩旅副旅長 何江中在內的四名被告 昨天深夜在召開的接押亭上 高等軍事法院最後裁定 被告所犯並非重罪 分別以15萬到30萬元不等 四個人全部交保 面對這項結果 洪仲秋的母親完全無法接受 男人喪子的悲痛 泣不成聲 強忍了好幾天的淚水再次潰蹄 洪仲秋案四名在押被告 全部被以不是重罪為由交保 洪媽媽無法接受 那不是重罪 他們可以交保 那我的小孩是重罪嗎 我的小孩就該死嗎 為什麼 痛心疾首 眼面哭泣 讓洪家人不能接受的 還有軍檢的態度 她說要被我突襲嗎 我是她的敵人嗎 今天檢方跟我們受害者 應該是同一陣線 但是他現在卻把我們 當作他的敵人 我覺得這很荒謬 洪仲永憤怒痛斥軍檢 竟然變成軍方的辯護律師 而洪仲秋告別式在即 馬總統已表示將會出席 洪家歡迎 但有前提 當然他如果是身為 三軍統帥的一個角色來講 我們是非常的不滿意 但如果他今天用的是 他認為他用總統的角色 來關心家屬 我們說過不管是軍方總統府 或是所有民間的大眾 在8月4號那天 他拿的真心來送總裘 我們都歡迎 但是請你帶著真心來 不要再來作秀 或是來安撫 就是我們這些家屬 趕在告別式前 與洪仲秋一同關禁閉 上電視爆料的同袍 也來到臨前上香致意 雖然軍檢已癥結起訴 但在家屬看來 軍方仍欠洪家一個合理的交代 油電TV莊亞洲陳軍碩綜合報導 總統 Parent